今早《经济日报》推介大家买海峰国际1308 简选原因是疫情发展、美联储政策动向、中概股退市等 后续限制市场的反弹力 预期带市短期在23,100至24,500点水平上落 需要突破才见到明确的方向 股份方面贸易数据强劲 关注航运股海峰国际 昨天预告将会在12月17日举行董事会会议 考虑和批准宣派特别股息 海峰今年的中期息大增3.5倍至每股1元 连同一年度末期息0.6元 海峰近一年每股派息是1.6元 以昨日收市价30.95元计算 海峰现价息率接近5.2元 随着未来的特别息憧憬 以及末期息预料受惠业绩向好 实际股息率有望更好 策略上建议在30元以下吸纳海峰 目标是看36元 跌穿27.5元便要减持 下期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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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了